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郑教授从香港通过skype参加节目讨论 郑教授您好 你们好 主持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先生 周教授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 周教授您好 周教授您好 可能电话还没连上 我们的电话热心电话是400 120 0551 400 120 0551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随时拨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 对 那我们在开始跟我们的嘉宾进行讨论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些统计数字 首先我们刚刚提到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它在2011年就做出一个统计 中国拥有一千万人民币身价的富豪当中 14%已经移民 46%考虑移民 而有40%不移民 那我们从中来看看中国是不是有这样的移民潮 另外呢同样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统计 在这些想要移民的中国富豪当中 有40%想要移居美国 37%想要移居加拿大 14%想移民新加坡 11%想移民欧洲 另外还有5%的人想要移民香港 那么我们根据最近这个世界日报 它有一个报道 它在中国与全球化这个研究智库 在上个星期五公布最新的研究数据 到2013年底呢 中国海外移民总数已经到达934万3000人 是世界第四大的移民输出国 而在2011年呢 个人可投资资产超过600万元的中国人 已经有2兆8000亿的资产 转移到国外了 是占当年中国的GDP的3%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 不管是说移民的人 或是已经外移的资产 所以我们想说 第一个我们就想先来讨论一下 就是我们请教一下郑宇宙教授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看到 这么多的数据 告诉我们说有这么多人的外移 所以到底是不是中国有 这样子移民潮的一个趋势呢 郑教授 我相信是有这么一个处事 刚才你提的是外移在预报的材料 我们在香港呢 前几个月也看到有一份杂志 叫《经报月看》 那是一份非常地称重的杂志 它也提出类似的数据 它的数据呢 是根据中国银行跟国内的金融机关 所做的调查 基本上它提供的数据 也跟你所说的 差不多它是分成了 有一八万美金 和投资的资产的家庭 到一千万美金 都一亿美金 这样子来分析的 所以呢 这个从这个统计的数字 从一个调查 意见调查的数字 我们的确是可以看到呢 有这么个移民桥 而且呢 大家也很容易 在很多国际代道会 都看到了 这些在比较昂贵的地区 基业的中国移民 至于你所说的原因呢 我猜主要呢 是反映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 就是说 很多中国的有钱人 他们呢 身里头有一个很浓的不安全梗 这个不安全梗呢 很可能是来自了 以下的原因 就是他们的财富呢 来路不尽 他们很担心 有一天呢 总会出事 而且呢 在中国做 在生意发财的人 很多时候都总要 跟官府打交道 跟干部打交道 都有付点钱 都有尊心愧乐 那尊心愧乐呢 这些有关的官员 再会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 要是他们在政治上 遇上麻烦 比方说在波士来事件 你也看到了 跟他有关的大富豪 那同样呢 疏散问题 当然呢 在退一步来说 就是他们对自治本身的尘土 深深不大 而且呢 对中国稳定的前景 也深深不大 所以呢 我们看到了 这些数字呢 这些民地调查的数据呢 反正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 所以呢 难怪呢 中国国内官方的媒体呢 要否认 这么一个叙事 有这么一个现象 好的 郑教授您刚才 他刚才郑教授提到说 跟薄熙来案有关的 这些富豪呢 也都纷纷的移民 那么郑教授 我想问一下 就去年年中的时候 我们看到 湖南的民营企业家 曾成杰呢 被秘密的处死 那么当时这个事件呢 是引起了互联网上 非常大的一个争议和关注 我们看到呢 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院的副教授呢 何彬教授呢 当时他在自己的微博上就写到说 他说 曾成杰呢 秘密遭处死呢 吹响了企业家 移民和转移资本的号角 他说不信呢 等着瞧 最后他说是蠢货们 不信等着瞧 那么您觉得这个曾成杰案 是否引发了这个中国 企业家新一轮的移民潮呢 不是 公平安政的影响力呢 很难说 但是你的确是看到呢 由于中国呢 这个法治 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 很多人呢 就觉得呢 自治的权利 自治的财产 没有好好地保障 刚才说了 就是你很多 做生意的人 他总是要建立一个关系网 他总是要讨好有关的官员 所以呢 他差不多不可避免的 要进行一些贵落的活动 那这些活动呢 一旦呢 要严格的发办 处理的时候 他难免呢 要会犯罪 他难免呢 要坐牢啦 不一定处死啦 或者是比你 坐牢 也想关飞 那是很普遍的陷阱啦 那我们看一些带案呢 刚才说了 波斯拉也好 这个 特努部长 刘吉尊也好 你看 他们杀台了 他们出麻烦了 也有一些呢 跟他关系很密切的 大富豪 也遇上同样的麻烦的 好 谢谢郑先生的分析 那我们想请教一下 这个在北京的周夏正教授 就是说 我们看到这个环球时报呢 他在12月的时候 有引用一个中国社科院学者 冯隆的话说 他说 不存在什么富人移民潮 中国虽然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 但是从现代化国家的意义上来讲 我们还是很年轻的 美国虽然只有200年历史 也比我们老到多了 30年的改革开放 让社会急剧变化 真正富起来 约至20年的事 老百姓和官员的心态 都还在持续完善 社会各个阶层 从政府到强势的利益团体 再到弱势群体 对自身社会责任的认识 也在完善当中 富起来的时间太短 社会阶层自身定位很模糊 很多情绪想法 加上了互联网的推波助澜 好像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 那基本上 他这是有点在否定说 中国有富人移民潮的一个现象 但就您的观点来讲 您觉得这个学者 这个冯学者 他的说法对不对呢 到底是不是可以否定 有移民潮的现象呢 富人移民潮现象 我的观点就是 不是简单的否定和肯定 他富人移民 他一般的人也想移民 比如说我有很多的学生 他们多想呢 毕业以后 或者是有机会的时候留学 那他们就可能作为技术移民 是吧 所以说你像 今年的2月7号 这个新华社 北京分社出的北京参考 他就首都参考 他讲的很清楚 他就说 网民 广大的网民 对普通移民表示理解 国内当前教育贵且差 环境污染严重 吃的都是由一些化学毒药 呼吸的是废气 没关系 伴小孩入学都类似你 医疗不免费 出门就堵车 拿中国护照 出国旅游 被特殊鄙视 税重 去年我们一个人平均一万元 国家大约收了13万个亿的税 有条件的不移民干嘛 对不对 但是关键 这个移民的问题呢 并不是关键 关键是 这个网 广大的网民就讲了 说要求查你这个移民中 有多少是官员 对移民的资产来源 要加强监管 防败和严查腐败移民 这是个关键 至于说移民 那么自古以来就有 所以说你说 现在有一个富人的移民潮 不是很确切 一般人也想走 一些同学生也想走 周教授 有人说呢 富人移民潮 让中国人才两失 那么您觉得 从你的观察来看呢 中国政府在乎富人移民吗 富人不见得他有才 因为中国的这个制度 都不肯完善 就是说你光有才 你不见得能够富 你得你得富了呢 你除了你自己的 能抓住机遇 你还得能够适应这个环境 比如说我们中国叫 腐败的经济 你不勾结官员 或者叫权力本位 你不勾结官员 你想拿一些大的项目 赚一些大钱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吧 所以说这个的不能 不是说一些人才 他不能等话等号 富人跟人才 不能话等号 是 那我们也看到说 周教授 我想请教 就是我们也看到说 有些富人 或者是有一些这样移民的 但是身价比较高的人 他自己本身 还是保留中国国际 但是他把妻子 小孩 全部都移植到国外了 那你们觉得 这样的现象 又代表了什么 这个现象就代表 他们要抗风险 因为中国呢 现在是一个 现代高风险社会 风险就是为了 不确定性 大幅度增加 所以中文句俗话叫 脚兔三窟 他为什么 一个脚炸的兔子 要三个窝呢 三个洞 那就是 为了防范 降低风险 所以说 这种事情呢 对于官 我们叫裸官 裸官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兜里吹着护照 这个兜里吹着机票 他的财产 包括他的家人 已经在国外定居了 那么有了风险草动 他就卷包跑了 这叫裸官 裸官的问题 是很严重的 这比那移民的问题严重 移民一般来讲 那是人家自由 对吧 现在叫国民待的原则 对吧 所以说移民问题不大 关键是这个 谢谢周嘉少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 一位观众的热线 这是辽宁的王先生 王先生您好 王先生 首先来说 香港的正理学教授 本身就有澳大利亚国籍 我认为他一直在香港 扮演的角色 就是一个败类的角色 我首先来说 我认为 就拿我个人来讲 我有同学来讲 父亲拿了 一千多万人民币 九十年代末 到美国开了一个超市 我认为这是一个图别也好 认为比如我也好 我可以到任何国家移民 但是我不愿意 首先来说中国 这是属于一个正通 其不论官员 裸外也好 的确存在 最近外国媒体 媒体俱乐部 炒弱了 都避退天堂也好 国家领导 认为亲属也好 在外国有 有一些 开了一些公司 避退天堂也好 我认为这是 本身属于中国 展开放三十年前 这个阶段 必然处在一个阶段 当然有一些 不安全感 腐败官员也好 这是一个成长的烦恼也好 不管怎么也好 这属于一个不确定 因素的正常进入 但是未来也好 中国还是 首先我这样 我绝对不会选择 到外国一面 首先来说 还是中国的机器 比外国要多 完事的 我更尊重 本土文化 还有中国的反省 好的 谢谢杨宁的王先生 谢谢王先生 我们想请郑宇硕教授 来回应一下 这位王先生的发言 好吗 是 我是拿澳大利亚物教的 这个我都很公开的说明 我觉得 这只十年来 我的朋友 知道我的人 都知道这样子的情况 首先 我们的情形 从个人来说 移民是他个人的选择 是他个人的自由 你不能选择 这个是个人 但是呢 要是这样子 成为一个风气呢 那这个政府呢 就应该反省一下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 至于呢 刚才呢 北京那位教授 说的也非常对了 要是官员方面呢 他没有申报 他的财产 甚至国家也要求官员 干部申报他的财产 又是他 他要拿些钱 有多少钱 有多少钱在海外 那种人呢 就是违反有关的规定 他作为一个干部 一个官员 也应该向政府 向国民问责 所以呢 他有关他家里的情况 他有这个责任 向国民呢 要是这样子 形成风气呢 这是一个很值得 单身的现象 刚才北京的周教授也说 有钱并不是等于 人才 这个当然也对 但是呢 钱也是资产 在目前中国发展灾顿呢 钱能留在国内发展呢 当然也是 很可能是更好的安排 那跑到海外去呢 我们也想了解 就是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呢 为什么 这些人 要跑到海外去 郑教授 我想打断您一下 郑教授 我想打断您一下 您刚才说 这个到海外移民呢 有各种不同的原因 那么您也说到 您现在持的是澳大利亚的护照 那么您可不可以 给我们介绍一下 您为什么要移民到澳大利亚呢 是对港府的港府不信任 还是说对香港的未来 没有信心呢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我是在澳大利亚内书的 我要在澳大利亚工作过一段时辞 那我选择到海外 要拿澳大利亚误教呢 的确是因为呢 在香港前途谈判的时候 我对香港的信心呢 是不够的 那是很清楚的 是 好 谢谢周少 这个非常 谢谢郑少少非常坦白地 跟我们这个 分享 对 分享了他的个人经验 那我们接下来再接听 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来自天津的张仙 张仙 您请说 来自天津的张仙 张仙 您 喂 喂 请说张仙 请说您对于中国移民 这个富人移民的看法 我现在就说这么一点 喂 您说 您已经在街上了 我现在就说一点 这个习近平啊 他这个有一个口头 他特别充满自信的 他是对这个中国的道路 和中国的理论和中国的制度 他充满信心 对吧 现在这个事情 我拿很多事情做了一下比较 对吧 中国大量的移民 其中有很多发财了 鞋门歪道发财的人都往外国跑 特别是看了这些个高级官员的家属 也带着头往外跑 我就这个很纳闷 很不可理解 包括刚才那个辽宁的那位王先生 他对这个官员们这些个移民 他这么理解 我看他从心眼里这么理解 这个这是最属于正常的 我都感到非常奇怪 他这个立场 我听过他这个好几次 他这个几乎和这个政府的声音 几乎是一样的 这个另外就是说 这个现在这个政府的这个 大量的移民呢 这个我们这位 这个总书记呢 还充满信心 他们自己的官员都往外跑 我问 我就很不可思议的是 他这个信心 他这个理解是从哪里而来 好的 我们请周小正教授来 给我们回应一下好吗 这个自信这种信心 是从哪里来的 周教授 这个自信呢 我想他有一个横比和纵比 他要纵比呢 他确实比以前强 以前在前30年 他是封闭 对外封闭 他不要说中国人到外国 你就是农村 农民到城里来都不行 叫盲目流动 盲目流动叫盲流 收容潜送回去 这个政策呢 从1982年开始 农民可以自理口粮进城了 完了从01年 国民在的原则 一直到了前年 同票同权 所以说我觉得 他这个自信呢 你要从正面的理解呢 他是自己跟自己比 有极大的进步了 这个自信 但是呢 跟那个目的 或者说跟目标 比如说民主与法治啊 这个呢 还应该说 还有一定的距离 还有相当的距离 所以他有另一句话 我们务必要谦虚谨慎 不交不造 中国将长期处在 社会领域的初一阶段 初一阶段的意思呢 那就是说 这个上 这个 各方面都不尽人意 对吧 特别是这个埋 你看今天 这个北京的埋 已经太厉害了 对不对 所以我想呢 你批评他自信 也有一定的道理 他自信 他也有一定的道理 是的 我们想不能走极端 是 谢谢周教授的分析 所以看起来说 要让中国人民 要对这条道路 有完全百分之百的信心 而不再这个 把移民视为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选项 可能还有一段时间要来走 那我们感谢两位嘉宾 参加第一天节目 第一个主题的讨论 也感谢一位是 香港城市大学的教授 郑宇硕教授 也感谢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周孝正 那么稍后回来呢 两位嘉宾 还将继续跟我们讨论 香港抗疫 是敢蝗虫 还是敢N主的话题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 继续收看 休息一下 晚安回来